急了,放松限购,南京打响了。 今天,南京传来了一个大消息, 搅乱了楼市舆论圈南京六合区放松限购了。 虽然只是六合区,却也是力度不小的放松。 在南京这样的城市,这样的举动足够有影响力。 而且,最最关键的是,南京并非六合一个区放松了限购, 在此前的高纯区,六月份就放松了限购, 规定南京六合区住房保障与房产局相关人士解释。 这不是限购松绑,而是出于人才引进对政策做出的调整, 主要是为引进人才,但可能对购房有一定影响。 这个解释是说,南京六合做出这个调整, 目的不是为了放松限购,而是为了抢夺人才。 先放松高纯区,再放松六合区,以能够购房, 放松限购的方式,争抢人口。